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营养又好吃的甜玉米奶香小馒头 做法简单,只需要醒发一次面 吃起来口感松软又香甜 下面我们开始吧 我准备了90克的甜玉米 先焯水3分钟 再放入到料理机中 加入50克牛奶 盖好以后打匀 打好以后就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加入4克酵母 一小勺白糖 搅拌均匀,静止几分钟 在大碗中准备300克普通面粉 再倒入我们准备好的材料 先大致地搅拌搅拌 因为面粉的吸水性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少量多次的再添加一些牛奶 来调节面团的干湿程度 调成大面絮以后 再用手合成面团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软硬实中的面团 不是特别容易会揉光滑 大致揉匀以后 我们用保鲜膜盖好 静置10分钟左右 时间大了以后 再稍稍地揉一下 面团就会很光滑了 将揉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 平均分成两份 然后直接搓成长条 搓好以后再整理一下 我们再用刀切出一个个的小馒头 下刀一定要快速 我们再将每个生胚 都整理一下形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将做好的小馒头 都摆放到笼屉中 盖好 醒发到明显的枯起 大约1.5倍大 然后凉水上锅 大火烧开以后 保持中火蒸10分钟 关火以后再闷2分钟 就可以上桌了 这款添加了粗凉的小馒头 入口的第一感觉 就是有浓浓的甜玉米的香气 我想这个味道 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 我们这款小馒头 虽然只醒发了一次面 但它的口感非常的松软 这样带有浓浓玉米香的小馒头 就是空着嘴儿 也能吃上好几个 喜欢的小伙伴们 也快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丽 每天都做好吃的 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误了